三十六贼的阮风成了趋同的眷属 陆玲珑的并只有马大姐能志 一人之下漫画第685话已经更新 阮风最后用了眷属这个词 尼尔显然知道这个词的敏感性 这里就是刻意和明露那里的定位做一个联系 明确二者之间的实质就是有共通之处 很明显这含义就相当于 适用身心和意识完全归属于自己的上级 就可以不用被自我的欲望调动 以思维意识的矛盾所折磨了 这块能映射出好多的东西啊 首先明露那对人 是最早用了这个名词和相近的关系状态做描述的 那这种联系也可以看成是把玲珑那条线揉合进来的方式 上一话猜了公司会利用帮玲珑治病试探尽可能多的八奇迹 现在看双拳手是最有希望干掉玲珑身上负面影响的了 它那个下流的低于与软风饥渴的匮乏感 可能是某种底层的对于意志的考验与摧残 可能是近似的作用逻辑 上一话我还在好奇三条线怎么并进 这话就可见端倪了 但看这样玲珑想要接触到双拳手就且费劲了 要么就是上一话猜的 拖药新社找国外有可能的艺人帮忙从而搭上马大姐这条线 但屈同又不傻不可能轻易暴露自己 要么就是搭上吕粮 建立他现在在做的另一条线 也算是又把俩人拽进八奇迹这个大漩涡里了 大概率还是储栏这圈子人 这么写的话 下一话又该处理李牧璇的事情了 三十六贼那么多人 一大堆杂鱼 当年的结果如何一点没交代 现在阮风回来了 交流了这么久 连英子暗地里保了风家也知道了 那当年其他那一大堆人的结果总该知道了吧 他自己应该就本来就晓得一部分人 要新设海外活动的这么多年 有海外的流失肯定也摸透了 找个机会打包交代一下 而且这话里的细节还是藏了很多的问题 端木英照顾风家自然是因为风家被保 落了脸好找 还有八奇迹自家人的缘故 但跟王子仲老爷子的关系有多少了 既不清了是风正豪 那代才找到的王子仲 还是说从风天养开始两边就接触上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甚至很可能是从第一代就有可能有联系 因为王子仲会玩命的寻找端木英有关的消息 而这么一个最大的信息源就摆在明面上 他没理由不去 当他知道了风天养的消息 他一定会按捺不住自己想要去询问和接近的心 所以在这一代就有接触的可能是相当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风家是怎么起来的也很奇怪 回过头来想想 这个可能是早期的设定不合理 如果说王家保了风家以后 风家什么时候崛起的 王家不都应该看在眼里 那时候进场吃他不行了 哪有可能等到他今天成为这么大势力 在惦记着下手 很不合理啊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么多年 王家说的做宝早不算数了 或者说是一个大家都在遗忘的空约 风家的情况早就不在王家的视野里了 这倒是复合王矮这老头的气质 这么想的话 倒是正和阮丰所说的要不是英子背后助力 王家也不可能保住了风家周全 毕竟东西到手早不关心了 而且想想风家崛起的时间 应该也就是这一二十年 就是在风振豪的手中完成的 可能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灵吧 快速积累财富也符合时代背景 但这跟要新设的崛起时间应该也是重合的 这么说二者很可能会有交集 现在从风心童那里 把玲珑的问题捅给风振豪 应该也是条路线 真复杂 还有更关键的是 既然英子知道王子仲的情况 为什么一直没有现身就很奇怪了 这话说明他活了相当长的时间 并且极具影响力 但有什么依然在阻止他去接触王子仲 从王的态度行为来看 明显是他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但是端木英却一定在这么多年内都在关注着他 即使是王灵魂化之后 依然寻不到机会现身一剑 以解相思 除开剧情安排的疏漏 恐怕这个时候端木英应该已经死了 这应该是最大的可能 连一丁点安排的机会都没有了 又或者是依然有着什么巨大的压力 或者说影响让他规避见到王子仲 这里面再往双拳手的方向去扩展 就是吕家村逆世和吕梁的线又搭上了 还有 这话把阮风和小风并列 也意味着 一件事 模模糊糊之间可见浮灵之法和吞噬人的血肉都是一样的 最终会被吞灵的欲望所吞噬 上一化王病最后的那一段行为就有这种暗示 居灵浅江 若想吞灵 先杀再居 最后吞掉 一气呵成 有没有一种急事感 赵归珍走的那个七煞传身就是这个路子 一下子成了个邪修 而且周盛这么大大方方的现身了 还有阮风的事情 许昕如果再有机会和他们见到会发生什么 现在可以用的线索实在是太多了 故事走向收尾 米尔老师会选择怎么清台吗